好来看到花莲县名校里社区关怀协会为了推广全民运动 让更多中小学生认识羽球暑假期间参加正当的休闲活动 特别与中华国小合办了112年花莲市羽球生根的活动 市长魏佳燕二号就参加了开幕典礼 为了活动来开球也期盼围棋20天课程 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运动习惯 也从中发掘有潜力的体育人才 活动迈入第五年 从8月1日起为期20天的112年花莲市羽球生根活动 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约80位的小朋友报名参加 在教练和体制能老师协助下 又在暑假期间让初学者打好根基 有经验者能精进球技 更从中培养团队士气及运动精神 市长魏佳燕也在2日下午参加开幕典礼致辞 并和中华国小校长江振如等贵宾 接着为活动开球 第五届的一个羽球向下扎根的一个计划 每年在由前任的市长魏佳燕市长 一直到我都持续的来支持这项活动 那我想在暑假期间办理这样的一个训练营 我相信可以让孩子们更热爱运动 尤其是羽球这项运动 那我们今天是在中华国小 那也特别要感谢江校长提供场地那么多年了 那也非常的关心孩子 他不死的时候就会来球场看一下孩子们打的练习的怎么样 最后要特别感谢吴东升议员 黄大翔副主席 还有我们的邮正林代表 那还有我们黄石桂林长 那特别都来中华国小关系孩子们 希望在办理这项下令以后 能够让孩子学到更多 那有一些羽球的一些基础 那未来不管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都会持续的支持孩子们的体育 由花蓮县名校里社区关怀协会和中华国小合办的 112年花蓮市羽球生根活动 地方运动用品店也占助一组羽球拍作为奖励 目的为推广全民运动 鼓励更多中小学生认识羽球 在暑假期间参加正当休闲活动 强劲体魄增进健康 让小朋友在安全舒适空间运动 施工所也将持续支持各项运动演习及赛事 深入市民朋友的休闲娱乐 发掘有潜力的体育人才 记得蒋包硬华林市报导